楊錦華一身裸膚色的洋裝 面對鏡頭 臉上笑意藏不住 她透露出小女人的嬌羞 只因為楊錦華現在戀愛ING 是不是有新戀情才讓氣色這麼好 我覺得對 保持愉快是 也很重要 距離上一段戀情結束才三個月 楊錦華就迅速墜入愛河 她大方承認男主角就是周刊拍到了她 周刊直擊楊錦華和一名斯文的眼鏡男 到酒吧約會 兩人相談甚歡 結束之後再一起搭車回到女方家中 而且整夜沒再出門 原來她就是楊錦華的新歡 楊錦華喜滋滋地表示 把對方當成結婚對象 而這名眼鏡斯文男叫做BAM 從事石油設備生意 效果財力 跟楊錦華是在教會認識的 最後透過黃家籤當月老 才讓彼此牽起紅線 媒體上最近有講了蠻清楚的 但是我覺得因為畢竟她是圈外人 我也不想讓她覺得有很多的那種壓力 即使保護男友不透露太多 就怕感情見光死 因為38歲的楊錦華過往戀情 並不順遂 過去和歌手懷秋高調談起姐弟戀 兩人交往兩年多 卻因為男方沒有結婚打算 感情告吹 而今年三月的時候 又和交往三年的攝影師男友 柯潮章 因為個性不合分手 這次新戀情才萌芽一個月 楊錦華小心呵護 就希望能和對的人步上禮堂 記者宋上林台北綜合報導